大家早上好,欢迎收看本集的视频 然后来看一下录像吧 这个正常都会选这个叫什么司马刚 我自己选的话,我也选那个吧,下午冰和徐华 看一下这一旁有什么不一样的 发挥,挥发 这恶号也明目张胆,也丢完剑 为国饿死我可以做他 这个离点也是不怕死 他还在出牌啊,你 这个东西其实也不好说,为什么就是 呃,旺西嘛,就是他过牌你也过牌 他万一过到烂牌,你过到好牌 待会你一点他是可以就是一波能力是不是 刷刷刷可以刷刷刷的那种 哇,兩下好了,磨变摸刷刷刷刷刷掉 就出來開拖玩唄 要不要把它睡成白板 這個魯术好耿直喔 主事要5張牌 你不撸一下 你多丟一張牌撸給摔摔上槍不挺好的嗎 這也可以乾是不是 因為掛臉魯了這個東西 你你多干一下我感觉是可以可以理解 这个孙奔好像卡的还是真的是比较笨啊 茫茫入侵 这个桃子是真的啊 胖不胖 胖不胖 那个小馒头是吧 是一个桃子 因为这个怎么说其实这里面 不好打的还是理点嘛 但是像斯马和郭嘉其实都不好打 他正面干你的是不是 你斯马干你就是正面干你的 这个人好耿直啊 他一直不练 但是就是 现在这个不需改版了之后啊 下次注意点儿 你必知道 完事必胜 这很恶心这个 这个不需改版之后 五国人的boss就扫了很多boss 还是可说的 咱咱要提的 如果我们去找什么 这个有些什么 但是我们去看这个 这个位置是有小师傅的信仰 你有酒我也有酒 这里我觉得你还不如直接去杀顺专家比较好 因为待会他要睡觉是不是 你多打一点嘛他反正已经不屈了 怂了 这个部区没改吗我觉得好像是改了的 反正国家一直在吃桃子 欧洲人就是欧洲人 然后他就这两个部区就还在 然后这个这个变成医学了 所以你现在杀他一道他就 你杀他一道的话他就那个傻了 他就挂去了 天命资质 这可以刮吗 主角可能是不是忘记了自己的一个武器啊 他手快了 他变成凉血了 待会杀他 他就直接死球了 看直接死球了 赢票 就这些武器 上一笔可连起百分 好 ciudad 知不知道 这个州叉真的是没以前好吗 只我改了之后又不是那个窗的周叉 第二局 我觉得昨天还做了一个视频,主将徐黄,副将邓爱超高发挥的一拳,还是比较好玩的 好的,选择了这么一个组合,看有什么发挥吧,挥发 因为主将邓爱不是搭卖血流,是真的是比较弱的 一个三血小脆皮,这真的就是一个三血小脆皮的 一方副将是撕血的一个有卖血迹的一类型 这把是三大鬼,就是大鬼配合这两个位格 就把这个躺子给搞定了,这个是双红桃兄弟 撸一下呗,还撸到桃子了,这个东西你不能说鲁兹打错了 那刚好这个,运气好之后有什么办法 猪太挑适我就是想不去遇抢 如果没有这一个,猪太没有留桃子的话,那是那个 没杀个球 走死垃圾 完了,可就没牌老入蜀都,仙道仙格 其他手上他是,不可能有杀和赏的就是他的手上 也不能说他肯定是没赏的,然后杀的话好像是由你这边路过去的一个杀 那反正现在之后他就是这么一个意思 说死就死 那本期这个视频嘛,就热热吧 最后就谢谢大家 天啊 天啊